哇 你看 它切到這樣哦 你看 它皮 有沒有聽到 它的蜜蜜的聲音 全部沒了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Miss Hippo 今天我又回來了 我要做我的 ex 豬師創業 我們一起 try 今天呢 很特別 因為呢 要吃北京烤鴨 我以為是去餐廳 不過他們講說是來咖啡店 我很少聽說咖啡店沒有賣北京烤鴨的 所以我很期待 因為我很喜歡吃 ok 今天的 ex 廚師是從哪裏? Imperial Treasure 還有 Crystal Jade Imperial Treasure 還有 Crystal Jade 的 ex 廚師 我們現在就去 try 那個北京烤鴨 ok? Let's go! It's Miss Hippo! 你看 排長龍咧 雖然我們昨天有打電話來 跟他訂一個燒鴨 不過你看 還是要排隊 幸虧我們 pre-order 咧 你看 它現在連那個散的不是整隻都沒有了 那個燒鴨 現在才一點多咧 Lunch他們 他們就賣完了了 我希望等下我買得到那個燒肉 還有叉燒 還有那個貴妃雞 燒兵咯 叉燒跟燒肉 Imagine 啊 你們有沒有在那個咖啡店裏面吃 pickling duck 哈哈哈 所以你看 我聽到這邊有賣pickling duck 一整隻的啊 我就趕快下來 try 我跟你們講咧 如果你們要來吃哦 你們最要是 pre-order 啊 這樣排隊哦 真的是吃不到咧 很多人後面的哦 甚至我前面的也是買沒有了 所以你看多誇張咧 連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吃那個叉燒跟那個燒肉 然後哦 我跟你講哦 這個pickling duck 一隻是50塊對嗎 半隻是26塊 所以哦 如果你多人來吃一隻 比較有花 哇你看 pickling duck來了 你看也是像在餐廳這樣咧 你看 不好意思給我們切 很薄咧 它切到咯 那個皮薄薄的 等下會不會取出鴨 剛才哦 我問這個師傅哦 說哦 這個鴨哦 我們不是切那個皮出來了咧 那個鴨身要怎麼處理嗎 可以炒嗎 他講可以炒那個 麻辣的 還有一個是薑蔥的 要加15塊 如果你不要就是哦 整個哦 他們剪好了 這個可以拿來這樣 老婆利這樣吃哦 不要說在咯 咖啡店吃哦 沒有這種服務啊 你看咖啡店吃 跟餐廳吃也是一樣啊 有這些服務啊 突如意到你前面來 剪這個你看 來來來來給你們看 剪這個哦 這個皮 還有這個 滾壁 你看看起来很高级哦,SIME CLASS TABLE 你看啊,在这边一只哦,50块叻 如果去那个Imperial是多少? 哇,138啊? 可是你138还没有加GSC跟Service Trust叻 加到来就不是138了咯,对不对? 这边你看,50块 然后你看啊,还有这个一样叻 跟Raison一样嘛,我记得的Cucumber 和这个胖还是什么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 因为蛋皮,YASP皮一模一样 看它的sauce,还有糖 啊,全部是一样的,才50块叻 你们说值得吗? Can't wait to eat the clappers 看会不会脆哦,因为有等人的 clappers哦 看起来很脆,吃起来不会脆,我试试看看啊 很脆叻 OK,讲太多了,我can't wait to eat 真的是受不了了,快点啊 除了这个北京烤鸭咯 我还买它的双拼 拼盘啊,就是烧肉跟叉烧咧 因为一定要try的这个 它还有一个贵飞机,不过已经卖完了了 所以咯,这个咯,这样一盘啊,双拼42块 哇,你看它切到这样咯,你看 它皮 有没有听到? 那个推出的声音 嗯,不过咯,我提示你们包这个比较好 因为咯,这样吃你会吃到油嘛,有的人不喜欢 那我现在包给你们看啊 一片烤鸭的皮 然后一个黄瓜 黄瓜要蘸一点这个咯 然后呢,就一点这个,这个好像是葱 就这样啊 包起来 嗯,有蛋的味道 然后咯,又有tucumber 这个比较不会这样油腻 好吃 我咯,很喜欢吃pickling duck的咯 但咯,你懂贵吗? 有时咯,只是待会才有吃的嘛 但咯,这个咯,跟我平常吃的咯 它的standard差不多是一样的 不过咯,只是说它的颜色好像这个 跟它brow的不咯 有的人它好像比较 欸,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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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咯,其实它的味道 你这样包包包起来 真的是很好吃 多数咯,我去吃pickling duck的时候咯 它的骨跟它的身体的肉咯 我会叫它们炒那些 姜葱还是椒盐的 咯,这个老板讲的是对啦 因为现在我们只有两三个人而已 等下吃不完咯 你拿回去咯,等一下吃不完 减狼腿嘛 这个咯,他讲的是对的 可以拿来诅咒炒面放也是很好吃的咯 所以我现在试试它的肉会很 好像煎煎煎这样,ok? 你懂咯,刚才我吃咯 是真的有一点sap-sap啦 因为没有办法嘛 那么它烤咯,烤到这个皮很脆咯 里面的肉一定是会这样的 可以浸泡这个sauce 嗯... 比较好吃 多数咯,我们去那个restaurant吃的 这个北京烤鸭咯,没有这个的咯 然后咯,我记得咯 我以前啊,住kampong的时候咯 每次去wedding dinner咯 你吃北京烤鸭,都是有这个东西的咯 就是这个kampong 然后咯,现在咯,也是有啦 但很少 因为这个好像是以前老一辈的人才喜欢这个 以前咯,真的是回味无穷啊 since已经来到这边啦 这个烧肉跟这个叉烧咯,一定要try的 你看,我看到它的叉烧好像不错咯 因为它好像也是一样的肥瘦肥瘦的 你餐,我看一下啊 全部肥肉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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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错咯,那个全部是肥肉咧 ok,你看啊 这个是有肉跟肥油咧 就是一定要有肥肉才好吃的 它叉烧不错 可是它的肉咯 不会硬硬的 我会猜猜 这个咯,跟我去香港吃咯 差不多了 我说嗓嗓嗓嗓咧 ok,现在我try那个烧肉 ok 烧肉咯,最重要就是这个咯,要脆咯 可能咯,我们刚才拍拍拍有点 稳一点点咯 一点点脆 它烧比较好吃 如果以后来啊,你们要快快吃 直接脆脆的,还好吃 就是很common的 一个烧肉的味道咯 刚才我忘记掉那个辣椒咧 你看啊 原来这个辣椒咯 比较好吃一点咯 它辣椒很辣咧 我建议你们来这边咯 就是order这个北京烤鸭咯 但我觉得最好是preorder啦 因为你来到这边咯,肯定吗 它的Q太长,等一下卖完了 你们会很disappointed的 但咯,这个双拼咯 我觉得就比较common嘛 因为哪里都吃得到嘛 所以你们可以skip这个双拼咯 Anyway,这个不是sponsor的啊 这个是我自己用钱买的 等下你们一直误会以为我吃好料 是人家叫我去吃的 因为我喜欢去try美食嘛 然后好吃的我就跟你们讲咯 不好吃的我也可以跟你们讲嘛 对不对 你看啊,你看现在没有人了咯 刚才我来的时候 哇,走不进来 应该是他卖完了咧 可能午餐时间也已经准备了 可能你们早一点来比较好 不然等一下很挤很多人 天气又很热 然后你要找位置坐又没有位置坐 很麻烦的咧 它的鸭肉咯 是好吃的 有的地方会比较差一点 有的地方是比较嫩 所以咯,我觉得这个咯 等一下要拿回家 明天我要煮borrach给他们吃 不会浪费掉 After吃完了北京烤鸭 我们总共花了62块 因为我们还有加那个双拼嘛 就是叉烧跟那个烧肉 我觉得你们五六个人来吃刚刚好 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吃不完 所以呢,我打包回家 明天我可以拿来煮粥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 ex-厨师的好料 记得在留言箱里 然后让我知道,好吗? 谢谢大家的观看我的频道 和我的Instagram和Tiktok OK,BYE